我為大家說的是昨天引起很多關注的一個節目 近期又有網絡謠言啊網絡傳言 說呀說這個習近平現在面對經濟困窘 開始向紅二代開刀了 要求紅二代上爆資產 甚至有可能紅二代也要被殺機取暖 這樣傳言到底可不可信 消息到底是從什麼渠道傳出的 我們是不是先請小楊來簡單講一下 我們是怎樣聽到這樣一個消息 再向和民先生來分析一下到底靠不靠譜啊 嗯這個消息啊 其實也是一張所謂的聊天截圖啊 引發的這個熱點的一個信息傳播的事件 那麼有傳聞就說 習近平要開始逼紅二家族交出資產 幫他渡過難關 那不交的話 還被說要上所謂的手段 社交平臺X上傳出的一些截圖 一兩張截圖就顯示 有一個叫做一條會飛的跳跳魚 在一個聊天中就說 他得知習近平是要求紅二集團 至少交出三分之一的資產 來幫助中央渡過難關 不交的話呢 那就要上手段了 反正這個按照這個一條會飛的跳跳魚的說法 那不管怎麼樣 習近平都要得到這個紅二家族 紅二家族紅二集團的三分之一的資產 那麼根據這個所謂的截圖的裡面的說法 這個一條會飛的跳跳魚還說 經濟危機已經開始逼迫習近平動搖 他的基本盤 他也從好幾個渠道得知 說看到紅二集團的反擊和抗議 那麼這個一條會飛的跳跳魚還說呢 說明紅二代那邊確實是有相當的悅言和怒氣 說習近平沒有能力去重啟經濟流動 只能從存量財富上下手 這個聊天的這個截圖裡還說 社會事件激化了他們的內部矛盾 從而就有可能變化有變化因素發生的原因 那麼這條會飛的跳跳魚還說啊 習近平沒有那個能力和眼光啊 他的歷史視野稱死了只能和老毛和金家王朝那種 治國如同兒戲般的等級 而越是複雜的局面呢 則因是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手段 這一條會飛的跳跳魚是完全的不看好習近平 那麼這個在這一個留言或者也好 或者傳聞也好在盛行的當下呢 其實中國確實是面臨著一些這個經濟上的問題 比如說啊這個在今年年中的時候啊 有一份這個報告就說 估計中國將在一年內失去一萬三千名 一萬三千五百名啊可投資財富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高淨值人士 而在習近平目前推動啊 共同繁榮共同富裕的背後 一些失憶的中國企業家近些年來也一直在湧向向新加坡等啊 受歡迎的地方 而用這個湧向新加坡的程度怎麼樣啊 啊這個 目前啊根據今年四月份的金融時報有一篇報道就說啊 資金從中國流入新加坡 已經在新加坡成為了一個政治敏感問題啊 當地的金管局是希望新加坡銀行盡量減少對該話題的公開討論 那麼這個中國的鴻尔家族到底有多少財富 或者說這個中國的這個高淨值家庭高淨值群體的畫像是什麼樣的呢 在將近一年前在2023年的3月份啊 當時胡润的研究院啊是發布了一份叫2022億財胡润的財富報告啊 說這個在中國擁有一元人民幣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的數量達到了13.8萬戶啊 比上年增加了4000戶增加了3.5% 其中擁有一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8.2萬戶 增長率達到了3.7% 那這個習近平是不是要向紅二代家族集團出手了啊 那還是習近平還有別的工具啊可以幫助他度過難關 不知道何明先生怎麼看 嗯 如果說可信度是要用可信度的形容的話 您如果是一個可信度的話 我覺得可以給這個消息啊做一個您的這麼一個評價 紅二代吧就是在中國是一個早就已經衰退的一個一個所謂的階層 他也本身是比較複雜 最新崛起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的時候達到了一個高峰 因為那個時候的紅二代啊他們的年齡 他們的學歷他們的背景他們的父母形成了一個合一 因為從年齡來講他們大概是五十歲到六十歲左右 正好是擔任省部級官員的最佳的英靈 從學歷來講他們有的是劉蘇有的是海軍宮 有的是清華大學 學好了很多的理工科 而且呢正是因為理工科這批人他們在文革中間呢 既然不太可能是極左派也不太可能是極右派 在文革中間呢很少是造訪嘛 就沒有列遇這個三種人 那麼加上他們父母的這個影響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們開始擔任領導職務 搖指啊不是搖指啊 坦指一匯一見三十年過去 紅二代可能年輕的也八九十歲了 八九十歲了很多已經相繼的去世了 所謂的紅二集團 太子黨集團在根本上已經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和中國的財政體系裡面都不告成現在的主流 都不告成對現在的這個衝擊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紅二代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是傳統上的定義 紅二代還有幾個人的蹦蹦跳跳 蹦蹦跳跳其實也是呢 外面的媒體也好 中國的人也好 對他們的父母還多少有一點記憶 對他們的某一些行為 賦予一下想像 包括之前的劉援 習近平跑到美國來說劉援發動兵兵 劉援是我估計他連木頭的槍都沒玩過幾下 因為他成小他的父親就被打壓 他是莫名其妙成為了解婚人的一個上將 還注意莫名其妙在那裡邊反腐吧 這本來就是個諷刺的事情 而且他說他的父親呢 是搞黨內民主 我們知道他的父親是遭到了中共殘酷的迫害而死 但是中共的這個殘酷 有他父親的一份功勞 這一點誰都知道 所以劉少奇被平凡之後 沒有太多的人賦予同情 原因就是這個 一方面通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 至於法律都不能保護他基本的人身安全 但是另外一個大家都知道 劉少奇也是一個內斗的高手 劉少奇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不但是很殘酷 而且呢也是很教條 而且毛縱思想就是他父親的高高舉起 另外一個是劉亞洲 劉亞洲之前的傳聞呢 他已經被定刑了 這個當然是個錯誤的消息 劉亞洲是一個很有思想的人 很開明的人 很有很多想法的人 但是他現在因為涉嫌腐敗問題 可以說遭到了非常嚴厲的指控 這個還沒有最后面判定 我還看不出來哪個紅二代啊 你覺得李鴻的孩子叫李鴻三代了 現在在中國國務業體系裡面 也不是一個真正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紅二代你現在告訴我 在中國哪一個財團 紅二代掌握了什麼財團的勢力啊 很多的財團都是平民子弟在掌握啊 或者是知識分子的後代在掌握 紅二代我覺得從定義來講已經是消失了 所以啊這種故事啊 還是很刺激人的 因為能夠達到娛樂的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習近平是中國最有權力的人 大家拉習近平消費 我覺得也是因有之意啊 造造謠 大家好玩 大家爽 也就可以了 好 有的時候啊大家也那麼一樂啊 這樣的一個傳言 過去也就過去了 但是啊我們說叫兵家無戚言 有的時候跟軍事相關的消息啊 還是引起我們很大的關注和敏感 那我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劃 註冊或登陸六度世界 點擊右上角機器人按鈕 然後選擇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開始與AI對話了 你好 很高興能為你服務 你打算去哪裡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臘 太棒了 希臘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你對希臘的哪些方面感興趣呢 比如歷史遺跡 美食海灘或者其他的 嗯 海灘和美食 好的了解了 你有沒有任何飲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飲食要求 比如素食 無膚質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會注意在 推薦餐廳時避免牛肉 你計劃的旅行時間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獨自旅行 還是和他人一起 這會影響到旅行的安排 嗯 與父母一起 好的 我會考慮到這一點 你的預算大概是多少呢 這會影響到住宿和餐飲的選擇 一千歐一天 好的 這是一個相當寬裕的預算 你對住宿有什麼特別的要求嗎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別的設施 希望有海景 根據你的需求 我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臘的海景酒店 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據你的喜好和預算來選擇 接下來 我將為你規劃一個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灘嗎 還是希望有一天或兩天去參觀一些歷史遺季或者市區 一天海灘 兩天歷史遺季 一天市區 根據你的要求和我從網絡上找到的信息 我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計劃 第一天海灘 你可以選擇去希臘最美的海灘之一 比如Lilofonese海灘或Navijo海灘 這些海灘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麗的景色 在那裡你可以盡情享受陽光和海灘 或者參加一些水上活動 第二天和第三天歷史遺季 第二天你可以參觀希臘最著名的歷史遺季之一雅典未成 在那裡你可以看到帕台農神廟和其他古代建築 第三天你可以選擇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遺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波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